嘿呦 what's up 又是我们两个 嘿呦 what up 这里是 对我们今天来到不一样的地方 来到了河北秦皇岛的阿那亚 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入住了酒店 还不错 外面有一个比较棒的那种露台的一个设计 怎么样还可以 很像在比较豪华的别墅区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待会我们出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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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来到那些人 所以我感觉到我 谁是我的老师 賣人在冒陆 我跟着我 军枇军 我把我军枇军 我会军枇军 那些西红队 我把我军枇军 不乖乱的 我把我军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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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军枇军 我把我军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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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 folks 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当你身处旅游景区的时候这种感觉 就大家的快乐是并不相通的 我觉得人好多啊 但是这一个安娜雅这个孤独教堂呢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一个整体的设计概念跟它的一个sense 就是在海边然后周围是孤零零的 只有它一个这个教堂在这 还是不错 说了人太多了 就叫孤独的美术馆 你感受到它的孤独了吗 现在我们刚回到酒店然后换一身衣服 我要去拿一个快递 然后下午参加当年二省跟沙丘美术馆的一个联合展出 真的好热啊 这里的感觉更像是有种像是三亚的那种度假区的感觉 就对真的很像 涼快 OK 趁着这个大中午的休息时间呢 活动还没开始我先去拿一个快递 是一件我觉得还不错 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 等我回来吧 OK 大家好回来了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国内的蓝染品牌 这是一个Indigo的一件衬衫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封条也是有个蓝染的一个印花设计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稍微有点背光现在 OK 然后看一下 这是推换的 这是一个手工蓝染的一个设计的衬衫 还质地还蛮厚的 我感觉会被热死啊 这个天气 我觉得我单穿可以的 因为这种面料 这种比较厚度的面料是不会激突的 上面是一些鱼的一个花纹 我觉得还不错 试一下吧 先上身试一下 OK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的话扣一 不好看 漂亮了 就射系还蛮重的 这个蘸蓝色还比较深 然后是蓝染 不知道它到底是蓝染 具体染了多少次啊 是手工蓝染的一个特色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都是用板蓝歌的原材料 去做的这个蓝染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DANIAL SHRAM 跟ACCA 这个沙丘艺术馆的联合个展 真的啊 在我把视频翻转过去给你们看之前 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 真的太震撼了 我看啊 观众朋友们看到吗 后面有一个超级大的 DANIAL SHRAM的一个作品 哇 真的太大了 我初步怀疑这个标数的话 有没有一顿重啊 OMG 真的太壮观了 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好吧 It's so crazy 天啊三面环海的这个艺术馆 真的太棒了 不一样的味道 海的味道 你知道 那么一定要来这里看看 朋友们 非常棒的一次艺术展览 OK 好像听说这一次展览呢 也是这一个青铜颜色这一个雕塑的地质 第一次大型的展出 对就是这个大大的绿色雕塑的大型展出 如果了解DANIAL SHRAM的朋友呢 你一定知道DANIAL SHRAM有色弱这个毛病 所以说它在整体对颜色的感知呢 稍微弱点 所以也导致它对细节 以及阴暗阴影的这种东西 会掌握的比较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手稿 画的是非常的有这个立体感 是有阴暗面层次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强 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在这几年 迅速串火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这个 夏秋艺术馆呢 有这种游空的设计 就是他们是那种像地穴式的那种建造 然后建在这个整个地平面的下面 然后这种感觉 朋友们我回来了 那虽然两天一夜这个旅途呢 有一点点仓促 但是这次DANIAL SHRAM的这个作品呢 给我带来的震撼感呢非常的强烈 以及这次UCCA在整个场馆的布置上 一些小继续的把控呢 把整个氛围衬托的很好 在细节上呢 跟DANIAL SHRAM的细节的风格呢 融合在一块 甚至非常棒的一次展览活动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 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把地址附在这里 所以也非常感谢这次的邀请 OK那虽然很累 但是回到家之后的这个 看到有些礼物 真的是还就蛮开心的 所以就回头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如果有好东西的话 下期影片 不行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分享给你们了 那我忍不住要分享的就是这一双 马上要发出的Rick Owens Dark Shadow 跟Chromos的联名鞋款啦 之前Rick Owens的主线鞋子呢 一直被大家称为是大狂威 因为它的外形呢 真的是酷似Chromos的Track Tyler 17的造型 所以很多人说它是抄袭 这个争议一直都有 但是今天 Chromos直接跟Rick Owens联名了 那这个操作呢就让我想到了 零几年Sapoon卫军LV的许可 擅自将LV老瓜logo印在衣服上 最后被告不得不将一系列侵权的商品下架 但是十几年后 在King Jones的操作下 Sapoon真的和LV联名了 是不是有一点这次合作的味道 然后我们说回这双鞋 这双鞋搭配了Rick Owens 刚头靴的方头元素 同时搭配了经典的Converse Track Tyler 17的鞋身 有别于传统的Converse球鞋 这次作品更具有时尚高阶的味道 同时这双1399的发售架 比起动则大体前的时装鞋 也更加友善 降低了驾驭时尚和高阶的难度 其实本次联名发售呢 还有一个白色的D邦版本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邦高靴的黑色版本呢 是最完美的 极其的品牌双方元素的一个最完美的作品 你们觉得呢 鞋舌以及鞋跟处 有本次联名单位的logo 同时鞋面的帆布网面也比普通款 用料更加厚实 我知道你们肯定一脸懵逼 因为这双鞋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 这个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双鞋真的是太有趣了 OK那本支影片呢就到这里了 我就不给大家上脚演示驾驭了 因为其实大家一看我 也知道我不是这一挂对吧 但是呢永远不要放弃尝试新东西 或者说你不擅长的东西 那 This is famous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按赞分享给更多人看哦 See you again this time Bye Bye